他说6098就是碧桂圆服务 48元有的,请问有什么看法呢? 40元就可能应该是近一两天买 48元 我知道,近一两天买 因为昨天也有48元 其实我觉得这些价位是没什么所谓的 当然,如果要在鸡蛋里挑骨头的话 会觉得回到最低,有一刹那都去过36元 高追了差不多11元 这是唯一,如果有些比较喜欢挑剔人的人 就可能会改变点 但是我不是想挑剔 我觉得除了在这个点之外 我觉得在估值上,就算你高了11元去买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的 因为碧桑始终来说,我们就是说 他唯一的风险,其实小朋友都知道是什么风险 他根本所有风险都没有 他唯一的风险就是他妈妈逼季元 其实往后的销售会不会大幅放缓之类的 或者是10,10星度 因为之前碧桂园的债券 也曾经有个恐慌的经文 这个错错了下去 但现在来说,就变成了没什么事 又上升了 所以碧桑是根本在整个营运上 或者是股值,甚至股值现在也不是问题 因为股价相对最高的角度是 你可以说是腰斩了 腰斩完之后,其实如果要预计到 去到明年2023年的PE 其实已经去到差不多14、5倍的水平 以一个这么浓淡的体验 预计是14、5倍的话 其实已经压到一个很低很低的水平了 其实也不要刻心地觉得 其他有什么新成月 或者有些出了市内房的预计 预计到差不多5、6倍了 我心想想想,如果你这么想迫伏去到5倍的话 可能会到其他一些倒闭了 你明白吗? 就是不要这样做事 不要去到这样 就是说没有货就想它跌到零 有货就想升到太空 有时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的股值,你的想法有个泡 你不要100%自私地为自己有没有货 而为自己想东西 这个不是市场的客观 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角度 我觉得在这个价格拿回来 就可能有一定的震荡也会有的 因为你知道房地产出一些所谓坏的新费的时候 它就经常这些耳朵 由高位跌10% 就是迫伏也有机会 所以愿意承受这些所谓的震荡 而且就不要无限地说 好像迫伏 我36元 我打了10元我就追 然后我跌了8元我就斩 然后升了12元的时候 又说买不买 然后追完又跌6元 这样就没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迫伏就是说 你高追了也不要紧 还是不要循环地高追低价 你这次相对36元的价位 的确实是高追了 你高追了的话 就可能是有些好一点的忍耐力 是